欢迎来到华氏生活气象 赶快来关心天气了 今天观众朋友应该有感受到 跟前几天相较之下 云量稍微比较多一点点了 的确因为高压是减弱的状态 所以各地的降雨的情形 会变得比较明显一点 好我们先来看到这雨是会怎么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这段期间 在迎风面地区 也就是在东南部地区 会有一些短暂的降雨 而到了明天整体而言 上半天都是比较晴朗稳定的天气 而且会觉得比较闷热 可是午后在山区的部分 还有在接近山区的平地 都要防范会有降雨 而且雨势偶尔还会下得比较大一些了 好为您整理气象小丁丁啦 好明天在东南部还有衡春半岛 一早会有一些短暂的雨势 而随着高压减弱 午后包含西半部地区 还有山区要防范会有降雨的机会 那么周四开始一路到周末 因为受到这个水汽移入的关系 所以午后的雷震雨会开始越来越明显 也提醒大家可以外出的时候 期待雨劝啰 以上天气资讯提供你的参考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